于怨期18日传出病情恶化 家人都来到北庸守候着她 并证实她现在的状况不乐观 李亚萍也被捕捉到 在等电梯时痛哭不已 刚刚于天出面受访 起初还维持镇定 但讲到后面情绪也渐渐失控 院长打电话给我说 没有冲动不少 所以我就赶来早上就在这一回来 那现在是婚礼的状况吗 有点意思不适很清楚 那她有刚刚有醒过来说话吗 有 她也是用笔的说 叫我让她走了 但是 我怎么舍得我怎么可能让她走 我是不可以 她都白了 让我走 我怎么可以这么想 谢谢客人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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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